红色的法拉利,轰鸣的跑车,白大拿就这样吹现在了影片的开头 格斗这项运动需要有人从做生意的角度做决策,显然这个人就是白大拿 UFC是格斗界的天花板,从200万美元收购到现在的120亿美元的市值 白大拿的所作所为令人惊叹却又饱含争议 但她的确充满激情,是个真实的人 本期带来格斗大厂第一集,格斗天性 白大拿有一间健身房,专供高管们健身使用 有氧训练,冷水浴,夕阳理疗,红光理疗,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到今年夏天,白大拿已经54岁了,依然热情不减 白大拿说自己是个超级格斗迷,所以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无论现场直播还是电视转播 当我们举办大型赛事时,整个世界都会关注我们 运动员,歌星,电影明星,有打比赛时,他们都会过来捧场 取出UFC的创立,是为了迎合大家的想象力 之前的定位是世界最残酷,血腥,暴力的运动 整个营销反而是在害他们 1996年,约翰·麦凯恩议员试图联合50个州 禁止这些运动 2001年,白大拿和菲尔蒂塔兄弟收购了这个组织 除了比赛,他们还需要建立一支人才团队 于是有了UFC人才关系副总裁米克·梅纳德 肖恩·希尔比以及UFC首席商务官亨特·坎贝尔 当然还有制作团队,公务关系主管利尼·布雷肯里奇 公务关系部门的工作是全天候的,原因在于白大拿直爽的性格 他不喜欢媒体,但媒体喜欢他 没有任何一个联盟的总裁能够让媒体靠得这么近 可以说白大拿的性格让UFC发展壮大到了今天 白大拿说自己每天关注的是格斗行业的本质 就是配对比赛,发掘希望之星 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安排合适的比赛 以及制作好看的节目 战情工作室是白大拿和三位高管经常待的地方 也是整栋楼最核心的单元 UFC做的最成功的秘诀 就是安排观众们看最想看的比赛 白大拿想让乌斯曼打沙弗卡特 乌斯曼经纪人阿里说 乌斯曼打神奇小子汤姆森比较好 白大拿说神奇小子都不打比他中三万的对手 旁边小银帮向道 试想一下一个选手怎样才能伟大 他拿了冠军威免了几次 给后边年轻的选手机会 他就是伟大的选手 还有乌斯曼打谁你会感到紧张 沙弗卡特还是神奇小子 大拿说赢了神奇小子又怎样 两人深以为然 旁边的阿里开玩笑道 你现在和他们是一伙的了 练习格斗的人不是普通人 有多少人能打进前十 强武呢 凤毛麟角 冠军呢 就那么几个人 他们是一些特殊的人 地表最强悍的猛人 而乌安琼斯 白大拿认为他就是天选之人 2011年UFC128 23岁的古都琼斯 击败大骄军胡阿 UFC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 就此诞生 成为冠军后 各种诱惑蜂拥而来 酒醉驾车 肇事逃逸 服用药物 但场上琼斯一直是冠军 白大拿说 他由自己的行事规则 经营一家公司 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是最难的 2023年 三年不打比赛的琼斯 回归八角龙 迎战临时冠军 希里尔·盖恩 骨头并不被看好 骨头每次比赛都研究对手 他说盖恩是酒精沙场的战士 战斗模式已经根深蒂固 不敢想象很多人竟然不研究对手 综合格斗就像是一场大型考试 不做作业就赶上考场 简直疯了 比赛开始 解说盐还没反应过来 骨头已经结束了 骨头琼斯 阔别三年 拿到了重量级冠军 赛后 骨头说要在纽约办派对 白大拿明确跟记者说 自己有点担心 骨头这个行业每天问题很多 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但这个行业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 温哥华那次就是个完美的例子 几乎所有的环节都出了问题 首先是微蓝倒塌 有观众从微蓝上摔了下来 还有一个人受伤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 如何解决 如何安置被牵涉到的人 白大拿说他们在这方面很擅长 其次比赛前一小时 偷雕主赛的母师在扣腰剪瓶时 把自己的手指头割伤了 之前有过这样的案例 UFC已经更换了瓶子 但在加拿大用的还是老瓶子 UFC自此以后不让运动员自己盖瓶子了 最后医生用粘合剂粘上 母师还获得了碾压性胜利 UFC经常团建 白大拿知道员工都很拼 他说自己不为钱工作 是为了热爱而工作 他跟员工玩游戏 谁第一个让自己落水 奖励2500美元 接下来一次500 直到钱发完为止 让自己的老板落水 有钱拿又解气 员工们当然高兴坏了 白大拿深度参与内容的制作 直播的时候 有时候会电话询问 有没有选手发表一些看法 在UFC直播的时候 你会看到实时 会有选手评论放出来 白大拿说 他们的团队是锦上添花的人 将精彩的内容呈现给大家 并确保一切都是完美的 川普的出现 需要更多的安保 一切都安排的有条不紊 白大拿对自己团队的工作 非常满意 你需要有一支 像自己一样热爱这项运动的团队 这项运动发展的如此之快 因为它从来不是追求金钱 而是追求胜利和成功的结果 但但莫名利在早期比现在更难 可是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和职业 都是一心搞钱 那你会活得很痛苦 如果你获得快乐 热爱自己的生活 你喜欢每天从床上起来的感觉 那么你就是我认识最富有的人 白大拿就是这样喜欢工作的人 即使自己在度假 即使你在过生日的时候 也要电话遥控随时出现的事情 当然 度假的时候 也不忘记看UFC比赛了